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送给你当下东西 送给你很难得一档什么 六二七九的胡联 我说去的时候再跟你讲那不是 那就是真的是我不是专家 感觉要跟你讲他钱了 我就讲看见未来 你知道我帮我赚钱 我说什么叫选谷自胜 你看胡联 我跟你讲84.8 我再给你摆明 跟你讲说我们会员就摆84.8 对不对 刚好难得 刚好开盘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回到84.5 你看我节目是不是 我跟你讲说你不用打电话进来要名牌 对不对 我说你看我电视你好好的写好笔记本 偶尔会有天上掉下的礼物 对不对 你就把它拿着就好 赚一点小钱不要追高杀利 我帮你看到股票 为什么跟你讲得这么明白 因为我看的是一个大方向 是一个趋势 我不看那个涨跟跌 如果今天看到那个胡联 是因为前天是跌的 我就不敢跟你讲 那真的说实在 那你怎么会赚那道钱 所以说输家长久来讲都看那个涨跌 都是赚少赔多 但你要成为赢家一定要看一个大的趋势 那好的股票 我有在下跌过程来买得到 这是一定的 这地方来讲 所以一样今天到里 你要送给你什么礼物 虽然我这个人基本上 你好好的把它比进去写 应该多少都有点带一点东西 但是你要做动作 想要做自清产业面的 就是说真正一个规划 那的确个人的需求不同 那要因人而异 这个地方的确它的一个难度相当的高 虽然赚大钱 那的确你要怎么样一档股票 能胜过十档 你找一个老师 你不是一定要天天进出 但一个老师 但一档股票 看了他东西很清楚的时候 他要忍那个短线上震荡 那是很辛苦的事 那怎么样你持盈保态 都要包括什么短中长期的搭配 我跟你讲股票 如果天天换来换去 说实在你怎么赚得到大钱 对不对 你好好再回想一下 我们今天这大盘实际上 涨一点什么都不意外 涨了82点 那快要回到8000点了 但是很多人 我说外行人看什么 看那个量 对不对 都要跟你讲说量要补量就必上工 当然昨天你又看 对量补出来当然上工 这不是你要的 我是怎么跟你谈盘的 我说必补量 因为什么 你要看指标 第一个我在8月8号的早上跟你讲 7964回档的二分之一 这已经是什么 这行情不过是先下后上 他昨天是不是乖乖的站回去7964以上 利用什么 就大力光 是红海 还有联发科 这三档股票 档档股票都收高 档档股票在那边当下 你笔记本拿出来 我都有跟你谈得很清楚 我跟你讲 是你就是重点是看这些股票 就知道大盘会不会有量 所以这没什么稀奇 那从这地方看出什么 说这个地方就是 你能看得出一个大盘的一个 一个引爆点 你才知道什么叫一档股票 能胜过十档 本来说现在大盘的量能这么少 它这么集中化 你如果浪费你的指 全部那边有些股票 那边在那边等 有时候一套套一两年的 那是很辛苦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来讲 我要跟你讲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看趋势 包括 昨天早上除了送给你的股票以外 我们会以为什么 再加把力 第一个当然红海跟联发科我们都有 这我大概全市场都知道 我有红海跟联发科 那昨天收最高 那情人节是不是很高兴 我会员当然很高兴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是 我昨天早上也跟你讲说 昨日的大力光就已经创新高了 当然你也 昨天又创新高了 前天创新高 代表大盘绝对无下跌空间 一定补量的 币过 这个东西送给你 这个没什么 这很简单吗 这样看起来80 这个跳空缺口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8265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 因为只要这大力光持续创新高 持续涨 红海跟联发科 它代表意涵是什么 告诉你这个行情还好 没有什么量 代表这行情往后 你一定有一天 你这个地方如果你还在 还抓不出方向了 你到最后肯定在补量之后 你又会套牢的 因为时代在改变 现在就是没有量是最安全的 但是反而等到爆量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满天就很紧着 你要衣服就没变着 我常常跟你讲这句话 这地方来 但最重要我跟你讲说 看大盘是一时的 最重要你要看股票 你要会选股 你就可以看见 因为每个人知道说 你要看见未来 对不对 选股自身看见未来 你的未来当然是要成为赢家 为什么 你要选那个股票 可是选那个股票说实在 这个地方又很难 你看不见未来 你怎么会选股票 这双关羽 所以你要找专家 我跟你讲说 你要找一个你信赖的人 毕竟这个地方不能单打独动 这个选择的改变 你要尊重专业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如果你这个地方认为 这个地方来讲 就抱抱名牌的话 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要做股票 因为你永远会成为赎家的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趋势这种东西 它现在是一来一往 会越差越大 就像天气一样 是两极化的东西 你一不小心 你买错股票的话 你只是看那个涨点 你会掉入万丈深渊 看起来这行情是无波无闻 一来一往差很大 你会看得懂未来的时候 那个股票是 不是那一档一倍两倍 它是一档可以胜过你的十档 甚至十倍数的获利 就拿近期的大力管 当然这个代表一切的 我都跟你讲 我们的抗讯还有个特别在哪里 跟市场不一样 开盘前跟你讲清楚之后 我们也一样做动作 大力光这样一档 有没有胜死档 你那时看到大力光 我看到四位数字以上 那时都是这样明明白白的 每天在那边天天跟你把这 五月份把这档股票拿出来 你现在回过来看一下大力光 一千块都跌不破了 可是那时候我送给你不过来这边 不过来这边 所以你太急得出手的 怎么说 你急得把那个获利的股票卖掉 常常买掉什么 一些有的没有 这就是技术性 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 因为技术性它什么 它是浮动的 它每天在变动的 你看它每天在变动的 你常常会把一些有价值型的股票 你把它卖掉了 那你当然说实在 如果一档股票说实在 它的涨跌是难免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能 如如不动 唯有什么 你要看得出它一个产业的变化的结构 那当然现在不用跟你讲 大力光每天都不用跟你讲 好 但是它也曾经跌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是不是给你跟你讲 我说我的高价位股只做大力光一档 这一档可以胜过十档 就这样够了 所以现在接着要跟你讲什么 大力光你要再找一档 大力光在那边 天天它都是一个机会 时间到我这样的地方 搞不好不是 搞不好今天搞不好一个月之后 但是毕竟大力光 我是一整年里面 今年从第一季我没操作 到第二季的时候 五月份开始跟你正式在讲 你一定要重整事的 把所有的高价位股集中在那边 一档你可以胜过十档 单单这一档这个曲节 那时候 那时都每个人都已经 已经快昏倒 一档高价位股 不到一个月可以涨五十% 代表什么 一百万变五十多五十万回 五十%它是高价位股 但是现在更不得了 它根本不回头 到昨天已经来到一二零 还是有人跟我说 老师 那现在你卖地要买 它从来没有跌过 一千块再回来就很难 最重要你现在我要跟你讲什么 你手上有大力光的 你要注意 现在在花开正在盛开的时候 有的当然你要续报 但是你一定要去了解 领先外资法 了解一档股票 说实在 它不是完全没有替代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大力光不好 大力光非常的好 现在正在是它的盛期 那人怎么有长有跌 白天有黑夜 它是个循环的 所以你有的一定要好好去把握 这个盛开的时期里面 能转要尽量转 但是有时候当它花谢的时候 你不要再留念 这地方来讲 所以你一定要把电话打 这个东西来讲完全取决在 谁可以从底部带你上来 它才有办法带你带进带出 就如同红达电 它曾经也有花开过 盛开的多漂亮 而七七点五涨到那一波一千三 多少人因为这档股票 买到好 最少你也赚一栋房子回去 因为它涨的是三倍数四倍数 但是结果很多人就很可惜 它已经都已经开始 在做一个修正的时候 你却在这个地方多做文章 又全部把它帐送回去 所以我跟讲说 这个东西一样 每一档股票它都有个循环期 我何怀真跟你讲股票的时候 我带进一定带出 不然定日记关键都不是我的会员了 我还是跟你 我有机会都可以带进带出 我该提醒你跟你讲说不要紧就不要紧 你好好想想看今年的红达电 好我再跟你讲 我今天要跟你讲红达电是什么 第一个 你那时候听我的话 今年三月份把它全部放在大力光上面的人 你红达电现在 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的红达电把这个钱留下来 你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你该照着150块对不对 也跟你证明给你看 你那时候买一张红达电 你会做出如何 一般做不到的 一下把它进进出出 一进进出出 可是这样回过来坚持是很重要的 对 这种理念是很难的 你说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它是最难的事物 你很难做得到 我一直跟你抢什么 那时候说实在的 你是我的会员 不一样的地方 我会坚持告诉你不能买 你现在可以多两张红达电回去 一张变两张 包括你如果对不对 这东西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同样的 我今天要跟你在讲什么 红达电未来当然没 它的一个未来 已经这边150块这边止跌了 你的两张想不想变四张的红达电 对不对 这才有意义 对不对 一变二二要变四 要倍数一下 它是一个机会 但是你不要老是这个地方来讲 都一直让他什么 让他 我是要去那千三块 要去那五百块 不然我等三百块来买 每次事情都要落后人家一步 你要灵活 你的红达电一张可以变两张 和外甄也可以把你两张变四张 你只要有办法 你要相信我凤凰团队的研究的报告 就可以了 随便你相不相信 你假如觉得外甄的报告比较 报道媒体常常跟你讲红达电 今天要七十块一百块 两百块三百块 随便你去相信 我有我的评价 只要是我的会员都会知道怎么操作 我只跟你讲 我希望你的红达电 我已经第一次给你一张变两张 下次我要带你红达电两张变四张 这样子然后一定要创造什么 创造大家的价值 你有兴趣把电话拨通 那接下来讲联发科也实际上 为什么我这段时间一直跟你讲 在大力光之后又跟你讲到联发科 前市长都知道联发科这一次来讲 没人比我 这样说老师你联发科 我联发科说实在你也知道 我十年没跟你讲过联发科 到今年第一次 六月二十五号 在大力光之后第二档高价的股 就是联发科 因为我知道大力光说的只能续报 来到世卫叔叔在家里买大力光 说实在你买一买你走就买 你看我电视都可以买 你就买不下去 我在时间点到的时候 六月底的时候 我再推出一张联发科 303 我看到什么东西 也是一样 看到这个什么 真正的一个有价值的报告 他写多少 我想我这个在演讲我都写过了 我都已经写了309 309 好 你现在看过来 309这个地方来讲 是六月二十四号 309 我帮你买更便宜 我帮你买到哪里 我给你买到303 我想你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公开的一个告诉你的 309 他是跟你讲六月二十四号 303 如果你那时候你知道这个报告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现在回顾我现在废照给你看 不只宏达电百分之后给你命中以外 联发科为什么我这边一直跟你坚持 走路工送给你 随便买五十块的空间 你自己看 为什么我们会员到现在都知道 为什么敢报联发科 你说联发科的第一个目标价 在这边365 309 365 还多给你一个除息9块钱 为什么除息之后 他难得又回来一次315块 我敢大胆跟你讲 你那个地方试买不是卖 你来自以来除了这个都是一个趋势 包括你这样子的联发科 你也是一样可以利用你的联发 一张变两张 两张变四张 不管是一档股票 你如果没有办法把股票越来越搞越多 常常越买越少 那你哪有价值之勇呢 对不对 你要领先去配股配息 比那个什么银行来的 你不要每年等到说 我今年他可以配9块给我很好了 你不能去创造他的价值吗 对不对 他一个区间来讲 单单这个区间 虽然我们就单单讲这个区间 你只要去我的演讲会 单单这个区间就好了 50块 你做6次就可以了 6次 一次50块 你这一张联发科也是在一年内 也可以变个两张 对不对 你不用去等到明年他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当下是大家 你一定要去正视你高教育的未来 一定除了利用工手转换 你不是那种技术线型 我不是看涨跌 我一直跟你强调的是一个 你的股票的价值要给他什么 要给他陈述化 要往有个价值 这个东西说实在没这么简单 因为我在电视上跟你讲得这么清楚 你好好去比较一下 所有的老师 包括所有的名嘴歌方面 谁敢跟你谈谈股票的就好了 那我凭了什么 简单一句话 没钱不敢大声 讲实在话 我会有没有赚钱 我想大家都心里都心知肚明的不用讲 所以接下来讲 当然联发科这个地方来讲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如果你手上的联发科还是一样 你有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创造 一张变两张 两张变四张的价值 不是在等他出席 他配多少钱 这倒是没有价值 但是这边还有 他第一目标价我已经公开给你 帮我们照近一点吗 再照一下 这边来讲 365块 我很对不起大家吧 昨天来讲最高366 这样就好了 你给我按个站子 如果你觉得这样满意就够了 但是实际上 他的第二个目标价 从这个地方才正是什么 他的喷出了一个规划性而已 但是我必须要坦白跟你讲 联发科已经不好操作了 如果你在自己在操作上你不要跟担 如果你这个地方来讲 要再贪心自己操作的话 我请你要站到别的地方 你什么 你这个地方 不要再去看联发科 如果你自己在看我的电视 你说这老师你要薄薄的就行了 这个地方你说要喷出到第二个目标 这样我也要跟着报 我只能跟他这个阶段没这么好操作 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会员的权利 我不会在那边再跟你公开了 对手我有没有内涵假如我没有东西 我当下跟大家讲的钱 该送送给你 但是只可以讲说如果这边来讲 联发科这边来讲你手上有的 你没有办法冲到他的价格 欢迎你把你的股票带过来 我想我的疯狂团队应该不让你失望 至于如果你在操作上想赚点小钱 我只能提醒你一件事 联发科从这个阶段开始 他已经不好操作 你不要再跟单了 不要再跟我的单了 你再跟我的单下去 损失了一定你的 一定是你以后才会被修理的 那如果你真的想把手去办好 这个是一个目标价 我会带你做操作 这个第二个目标价 他的一个未来空间 绝对不输这个地方 绝对不输第一个目标 你不要在那边乱猜 老师你讲的时间 往上还再加50块 自己猜的是很辛苦的 听我讲一句话 你是我的会员 我帮你全权的做认证 就这样子而已 那剩下今天早上来讲 该怎么做 反正很简单 联发科和鸿海都收高了 除了续报以外 你要怎么样做一个调整 欢迎你把电话留下来就对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Window is live 锦红七密窗 技嘉生活即将公开 亚洲头部 第一手资讯 见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速爽二合一 蓬蓬man 洗发沐浴露 洗头洗澡 一瓶搞定 男人 你爽过吗 蓬蓬man 速爽 够爽 家人每天喝的水 你放心吗 安利一支援 独创双进化绿星甲 过滤140种有害物质 杀死99.99%细菌病毒 现在 在美国 在日本 在台湾 全世界都可信赖的干净好水 安利一支援 进水器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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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家福 现在我能够做更多服务社会的工作 因为家福 让我能够在球场上为国争光 现在我们邀请你一起帮助家福 更多孩子们的成长 法国克兰师超V型紧速金黄 15年口碑畅销 紧实肌肤 改善松弛 有效紧致 每个角度都是完美V 克兰师超V型紧速金黄 Clarence 科学面开带双手送 抽3C多样好力 详见活动包装 科学面开带双手送 抽3C多样好力 详见活动包装 先回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所以当下来想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你手上的电子股 这地方来讲的话 尤其是有这些高教育股的话 我是教你什么方法 能让你什么 让你能多赚钱 这地方来讲 你没有办法把红单一张变两张 两张变四张 所有才这种股票 你操作它都没有意涵 到时候等着配股配息而已 这样子不好的 包括联发科也是一样 那我凭的东西是怎么跟你谈的 联发科也是一样 你没有办法一张变两张 两张变四张 对不对 常常很多人到最后什么 我以前买红单1300 现在多少钱 越变越少的 不可以这样子的 这些股票都可以留下来 好好的创造它的价值 但是你要让它是越来越多 越滚越大 这的确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价值核战 所以我公开跟你讲 这些股票坦白讲 目前来讲 它盘面上的规划就是如此 你一定要怎么样 掌握真正的一个 一个什么 凤凰团队给你理先法人的研究报告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 老师你说 但外资的比较准 真的吗 那我这地方来讲 你想要这样子 你更是认同我的东西 你再把电话拨通 因为这些股票我要怎么带你 我坚持我理念就是这样 要带你每一档股票 创造它陈述的 这样不断的累积上去 这样子才不挽回 股票都抱上抱 我看了真的心痛 那如果你这地方来讲 觉得说这些股票老师 谢谢你我坦掉 那下次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吗 这样替你讲之后 这些股票我还自己卖 那我跟你讲 往后这些股票 尤其是联发科 很不好操作 不是我看坏它 如果你是跟单的人的话 你不是在看记录线 你会被修理 我劝你去找寻另外的股票去操作 这些股票来讲 它已经进入一个什么 花开的时候 它会洗盘 你不要到时候赚没赚到 又到处了又赔到钱 很多宏达电视这种样子下 套到现在都很不甘心 该赚没赚到 然后赔了赔了一大堆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好好的下定决心 相信这个地方是一个专业 不是在看那个线型 很多人都跟你讲 这个股票拿 这种高交易是很贵 很多人可以拿线型出来 那边跟你谈那记录线型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这种股票不能用线型看的 那个不对的 你要真的它的一个评价来自哪里 它的买盘筹码力在哪里才有重要 包括这种小而美的股票 为什么敢跟你谈 你好好想想看 我今天想说高交易股 这样跟你谈的话 对不对 以外的话 我也跟你找到一个新主流 如果严格讲一下 这些股票说实在 从4月中旬到现在 胡联那时的55.7 到现在 每个人看到的时候 都还在谢谢我 包括昨天 早上送给你84.8就可以了 这一段 单单这 我跟你写的东西 我白纸写黑纸给你画这么清楚 单单这一档股票 你昨天看我节目 你昨天晚上在群人节就很好过了 对啊 当然是 只怕你看到它跌的时候 你又不相信 我说你会怀疑我 你是我的会员你不会怀疑我 我会员当然是84.8 全收了一定的 你是把手续办 昨天早上就是 你的股票不只不用卖 还可以多加码的动作 你看核套之有 我常常跟你讲 一档股票的人在超 答案是大不同 像以胡联来讲 我跟你讲84.8 我是公开跟你讲的 你这个地方全收了 它最快来到 你不是很喜欢冲吗 89点多 你扣掉的话 你扣掉从这地方开始 84.5块钱左右 随便三四千块 很好吃一顿饭了吧 对不对 一张就好了 所以我跟妳讲说 很多东西是一个机会 而且实在严格讲 这张股票我在8月7号的时候 88节那天我就跟妳讲 你要注意这一点 你看很清楚 84.8 我只是那时候 我们的政府都很爱你们的 可是我觉得 他实在不太爱你们 因为有些人是不 我是 我给你的东西是很正确的 我的精算值在哪里 他叫我拿一些 有的报告没报告 这么麻烦干什么 我当然就不能告诉你 我只能分享给我的会员 你是我的会员 当然会知道 对不对 我们就自己赚了 没办法 感谢政府要给你的 这么多规范 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东西 不是我可以做的 这地方来讲 所以84.8 这个地方我跟你讲 我也跟你讲 要求过你来拿 但是昨天的话 他有来了 难得你就Bingo 这种东西说到 我天天都有 这种数字 没当股票那种 真的他精算数字 只要我再跟你谈的股票 你操作不顺了 然后他抱上去 赚点小钱 怎么买了又不动 你一定要掌握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攻守转换点 你就很好赚钱 这档股票说实在 五位 五十几块涨到六十几块 现在已经涨到八十几块 你一定问我说 老师那95块那个高点会不会过 我跟你讲那高点怎么会是 我肯定我认为他不是真的高点 我的股票说实在 如果你要赚点小钱 说实在我就跟你讲说 你95块那个地方 你不要追高杀低 如果你追到95块 那你更要应该要再低档要赶作加码 你就全部一次拼回去 我怎样这样跟你讲 剩下像茂莲 前天也是下半死 这样子 创新高之后的拉火 我说这是好事 这严格这样 茂莲 这档股票基本上是7月22号 我们的第二轮的汽车领组件 当下写在这边 7月22号 那是他多少天 80块 很可怕 股票喷出是不是很可怕 昨天开盘的时候 就是在什么 就在平盘而已 你随便买随便赚 你只怕你又把他动作肉给倒倒掉 还要把他卖掉了 你看卖掉很可惜 又涨停板 有时候就是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一个股票 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成长性的动力的时候 你会什么 你会把他当到投机股 你会把他卖光光 实际上一档股票他不是看他过去的本益比 他是他到底他可以帮公司的回收率 他的创造的价值 因为他投资下去之后的回收下来 那个爆发点是很可怕的 做生意哪有没有什么 一定会什么会有个资本 在那边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回收那地方 那是很可怕 所以你常看到数据说 以前财报怎么样 你要看到未来的评估 那个地方是很难 我一直跟你讲 所以贸言说实在 说实在很多人看他是投机股 我看他就很漂亮 又什么又涨停板了 但是昨天早上说 你只要愿意了解 他未来价值的评价何在 我说实在 这张股票说实在 你一定敢买的 那我敢不敢买的 我既然这个地方跟你讲了 讲这么清楚了 7月的时候第二轮 而且是我们第二轮 第一轮的话是 是从胡莲开始 对啊胡莲昨天当下 也在送给84.8 所以这股票说实在 我都已经跟你讲了这么清楚 尤其当下有些人又跟我讲说 老师那我有黄田 很好啊 黄田你要怎么操作 对不对 9951的黄田 好 今天我邀请你 这些汽车林组件说实在 当下你自己在那边找的话很累 重点是昨天胡莲已经送给你 今天你赚不到钱 一样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如何的什么 再创造一档胡莲的 驾车给你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包括高交付的一个 攻守转换点 外资法的报告 你一定要领先拿到 你才有办法 你能一档股票胜过十档 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祝大家超市的缅介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 投资风险 新的Costco联名卡 有比较好吗 现在就换卡有什么好处吗 不可以 怕不换卡 还是来看银行 别什么牛肉吧 国泰世华全新推出Costco联名卡 现在胜伴优惠全面升级 早换早享受 好事多干多 牛肉真的比较大耶 加油想最高3% 现金回馈 越早办回馈越多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珍情照顾 我还是先读书 毕业在打球